根据易普索市场调查在国际妇女节发布的结果显示 在马来西亚女性面临的所有重要问题中 性骚扰是最重要的问题 性骚扰可以分为言语性骚扰 行为性骚扰 和环境性骚扰 按照事件发生的场所分类 也可以分为校园性骚扰 公共场所性骚扰 职场性骚扰 家庭性骚扰 和网络性骚扰 根据妇女行动协会的统计 他们在2021年总共接到了139起性骚扰案件投报 与2020年所接到的91起投报相比 激增了52.7% 性骚扰者的年龄 我们会走开的 可是如果你对这个语言 你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 你就必须跟对方说 停止 这个是性骚扰 请停止你这个语言 根据马来西亚反性骚扰法案第二条文 性骚扰是指以任何形式 无论是口头 非口头 视觉 手势 或身体 对任何人进行冒犯或侮辱 或对其健康构成威胁的 任何不受欢迎的骚扰行为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情况 很多人不以为 他以为这是纯粹只是一个 如今大雅的一个笑话而已 他只是一个黄色笑话 给大家笑一笑 可是他们却不晓得 当这个性骚扰的语言 越来越增加的时候 他对于女性所受到的 这个骚扰是很大的 性骚扰对性存者的伤害 不是只限于精神层面 而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不断由精神波及身体 在影响到工作 家庭 婚姻 尊严 名誉等等 然后更严重的 如果这个性骚扰 它提升到工作上的 一个要求的话 就是上司对女性说 女性同事属下说 你和我一起 今晚上我们一起出去吃个饭 我可以考虑 什么提升你的职位 如果你不允许 然后这个 你的上司可能就说 如果这样好了 你不要去的话 我就叫这个 另外一个女同事陪我吧 那这个就对你的工作 构成了一个危险 当幸存者在和施暴者之间的权力和地位悬殊的情况之下 有反抗的举动 可能带来的后果包括 施暴者利用职权进行报复 甚至幸存者可能会被迫辞职 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和政府的沟通和政府的会谈 主要的目的就是跟政府说 这个法令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通过这个法令的话 我们的女性就也受不到相关的庇护 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如果要让政府对这个反性骚扰草案 你要让他们重视的话 唯一的方法 那个时候就只有你提高我们的人民 对这个法案的刑决度 所以那时候我的同事 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这些平台 就做了相关的刑决活动 为此 包括妇女行动协会在内的17个公民组织 联署为反性骚扰法案的通过 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其中包括挨家挨户争取民众的签名 以及发放线上祈愿书 当时阿旺和Jack 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就是我们叫做Legal Reform 就是在立法方面做出变革 我们当时就有 因为从这个domestic violence那边开始 就是家庭暴力 所以我们就推动了 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家庭暴力法案 1994年这个家庭法令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必须 我们必须说 我们尽了很多努力 然后跟出来近期的 Anti Sexual Harassment 这个反性骚扰 这个法案也出来了 你知道吗 那个法案啊 我从学生时代在英国的时候啊 争取争取 回到马来西亚通过阿旺 争取争取 三十多四十年的心路历程 哇 那天那个法案通过的时候 我演了也出 不容易啊 一个法案 反性骚扰法案 于2022年8月11日 在上医院三读通过 希望能为女性和儿童 提供一个更安全的生活环境 我觉得提高我们政府对性别平等的敏感度 提高他们对女性的不同意义的敏感度 这也包括警察 因为打个比方 如果你谈幸存者对不对 不管是家暴性骚扰 还是强奸的幸存者对不对 我们可能会多多少少会看到 有一些警察官员 警员 他们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还是给了不该给的那些建议 对不对 但这也表明说 因为我们的警员还不够敏感 就对于女性 或者对于性暴力的这个话题 好像也了解度不太足够 也不太敏感 所以警方也应该注重 对于这些警员的这方面的培训 除此之外 陈其旭认为 刻板印象也是马来西亚女性 面对的一大挑战 女性在结婚之后 就必须留在家里相夫教子 成为贤妻良母 其实限制了女性的事业 以及个人发展 刻板印象虽然看起来不像是一种启示 但她其实很不直接性的 她能引起对于女性的启示 所以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你结婚的 我已经结婚了 你应该留在家里面 所以在我们这些妇女组织里面 我们其中有一个诉求 就是政府或者是必须提供 这个一额的托儿术 即使是免费的 或者是收件连鱼的 并且地点失踪的 并且同时也是有高数字的 唯有文化和社会规范的改革 能改变大众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歧视 女权并不是在倡导女性至上 女权的意义是在追求男女平等 不用性别去限制一个人的性格特征 外貌 行为 家庭角色和职业选择 浅线视窗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